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可苦可乐的暖羊小镜 我觉得我镜是越来越深 因为我很多次都看起来暖肠小镜 很可怕 12点07分今天是7月28号 新一次欢迎来到今天的亲人点点 我是玛丽 开心我是马克 昨天呢 这样听都会觉得你昨天何必请假 你精神这么好 我昨天真的痛得要往生 我真的差一点要叫急诊 我是到了医生 给医生看的时候 医生说你下次其实可以叫急诊 可是我只是肚子痛 叫急诊好像有点浪费医疗资源 然后医生说可是你痛成这样 应该要叫急诊了 你现在知道那个很痛 会想要叫急诊的感觉咯 因为我永远忘不了 有一次我跟你说 就是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我真的没办法走 我叫急诊 你直接冷冷回答我说 你不会太浪费医疗资源吗 等一下 所以我没有叫急诊了 对那医生是不是说 所以我没有叫急诊 是不是医生 所以你是不是浪费医疗资源 应该在接下来 明明很吵架吗 昨天呢 在节目的尾声 就有预告说 他们要来了 让我们欢迎慢慢说 马克宝你好 大家好 我们是慢慢说 我是主唱力的会 我是吉他手 神志芳 今天为什么会来呢 今天呢 因为昨天就来了呀 对 因为昨天大概快十一点的时候 慢慢说 他们就是出现在电台门口 然后我们就心里一惊 想说怎么会在这呢 就是轻微点点是一个很容易让宣传头痛的节目 因为我们在跨阴阳交界处 对 所以就搞错 但非常辛苦你们今天再来一趟 不会 而且真的非常不巧 因为如果昨天你们来的话 然后我没有肚子痛的话 其实你们就可以直接上 就直接就代班这样子 就可以宣传 对啊 可是因为 刚好碰到你肚子痛 没有 刚好碰到我肚子痛我不在 然后玛丽又已经找了代班主持人 对 所以就变得很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可是你那个肚子到底是什么病啊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 医生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就是有家便利商店啊 不要这样子 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最怪的是 他说医生也没跟他说什么病 他也没问 就走了 所以现在还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那你就只吃了 因为他一定只开给你止痛药吧 没有 不是止痛药 消炎药 呃 他是以前 我好像十二指肠溃疡的时候 小时候吃的那一颗药 然后我记得那一颗药 就是外面的糖衣甜甜的 然后医生那时候还告诉我 说一颗很贵 结果他现在医生 以前还要照胃镜才能给 就现在根本就不需要 他就直接给我 我就觉得 哇 我们时代真的在进步 那吃完事有改善吧 呃 你只要一天不吃东西 我想不管做什么事 然后一直睡觉 一直昏睡 一直昏睡 你做什么都会改善 人体的免疫力是很强的 你们有在表演之前 然后大感冒吗 他有在表演当天发烧 然后整个人是长得跟官公一样红 我已经那么黑了 还看得到我是整个长红 那就是很严重 很严重啊 很严重 那怎么办 就是硬上 撑着 但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就常常说什么在 比如说上场前去什么打个针 然后让他瞬间好像恢复能量这样子 我那天比较可怜 因为我是礼拜天表演嘛 然后我下午发出来 没有医院开车 蛤 对啊 只能去买那个纯药 那那天表现 不是表现 表现的状况是都很OK吗 还是大家都看得出来 今天省之方很怪怪的 应该 应该多少有感觉吧 对啊 你问说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啊 对啊 其实我快死了 我想说我没有跟你讲那么多话 真的 但是弹琴都没有错吗 也会影响啊 其实有一点 对啊 就手会抖抖的 对啊 会抖抖的那样子 反正那个很可怕啦 然后而且那天我们日本社长还有来看 蛤 真的 他坐在台下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都没有讲话 然后有气无力的 可是他不知道你状况不好这样子 后来工作人员有告诉他 对对对 他才说 哦原来如此 日本社长还我雷神 怎么还记得雷神 我永远 慢慢说 现在就跟雷神就是合在一起 那个雷神 现在还在我们工作室 然后订在那个刑事里上面 他现在还在我柜子里啊 对啊 都过期了 没有要吃我们就好奇怪哦 我不知道他放到什么时候 很可怕耶 这是纪念嘛 对啊 不是啊那里面有一天 升蛆了怎么办 或讲 巧克力应该是不会吧 我想应该不会哦 就你打开柜子 然后就很多那个 哦 然后这样飞出来 电影都这样演 那个很可怕 有点尝试好不好 我们有说到你们今天来宣传什么了吗 很美 对 请说 好 8月14号礼拜日的晚上6点钟 我们在三创生活园区的五楼 Clapper Studio 有一场慢慢说 谁是我的Soul妹演唱会 是的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场演唱会 就大型售票的 所以我觉得 里面准备的歌曲呢 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歌 第一场的意思是从你们成团开始到现在吗 对啊 对啊 就是大型售票 可是大型要怎么定义 我们是定义超过150人以上的场地 你们已经 开玩笑吧 夸张 我讲出来大家都吓傻了 没有啦 其实这是很难得 就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有影像啊 然后灯光 就是这样整个很完整的演唱会的秀的模式 对啊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们的歌 这样 嗯 因为以前我们做表演其实就是音乐而已嘛 嗯 但我们这是说 那既然来办一次 其实我们这样已经出道要三年了嘛 嗯 那我们想说办一个就是真正用演唱会的规格来做的东西 所以 我们就做了视讯啊 然后Fullband的演出 嗯 这样子 然后 而且还有加上就是以前会歌迷常跟我们说 啊你们想要听 就是我好像听你们唱什么歌啊 嗯 我们这是一个许愿痴的概念 我们收集从以前到现在人家叫我们想要唱的歌 嗯 最多频率的几首歌抓出来 然后再去重编 然后改成慢慢说的版本 嗯 可是以前他们要求在演唱会里面是不会打起来他们期望就只听听罢了 对啊 其实这一次才有可能会成真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大型的 我觉得感觉出来你们两个很紧张欸 就是很 非常积极在催票 对啊 就以前好像是比较自由自在很开心 但是这次就 我看得到你们肩膀上有压力 有欸 因为以前很容易就卖完了啊 这次卖不 很难卖你知道吗 对啊 有这么难吗 你说几月几号 8月14 8月14 8月14哦 对 那那个场地多少人 嗯 400 400压力这么大 嗯 嗯 还是我就是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 我知道了 嗯 你们特别来宾找玛丽去唱 你少在那边 瞬间秒杀 卖光 夸张 真的 真的 我马上要跟公司讲 你们现在还买到票吗 现在 还有 还买得到 对 上KKTix就可以买到了 对 好 所以大家 8月14号 嗯 星期天 嗯 嗯 晚上6点 晚上6点钟 然后会多长呢 呃 90分钟的演出 90分钟 然后会有你习惯的 慢慢说 然后也会有 你以前 怎么跪求他们 他们都不理你 可是这一次 他们就是会听你们的心声 唱给你们听 是 所以今天在这边唱的 在当天也会听得到吗 诶 今天 不会 诶 会吧 你是说别人的歌 还是自己的歌 别人的 别人的歌 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 我们把那个歌唱起来 怎么那么有诚意 这边一趴 那边一趴 耶 这样才有心意啊 敬请期待 如果我勇气说 未曾开口的错 遗憾只是耳得不左右 敬请期待 我终于成长 和遗忘的走 明明时间在强迫 无法紧握 无法紧握 他感觉都可爱 12点20分 欢迎继续回来 千万点点 我是玛丽 我是不怕人家闻我 屁屁味道的马克 现场还有 我们是慢慢说 我是主唱力的会 我是吉他手沈志芳 原本想聊些很有艺术性的 很有质感的话题 但刚刚不知道什么聊到了 我们刚刚在聊屎尿屁 点点在分享 他以前租屋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共用厕所 然后没想说那应该是 不想要就是 就是那种你脚踩的地方 跟别人一起 结果他只是害怕 自己上大号的味道 被人家闻到 你知道吗 这是有阴影的 因为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呢 真的肚子非常痛非常痛 然后我去上厕所 结果上一上呢 我高中同学走进来 突然大喊说 超死啊 谁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丢脸 他知道你在厕所里面吗 对 我后来就说 我啦 你为什么要承认呢 但我真的觉得太好 然后就觉得从此之后 就很害怕这件事情 那你跟沈志芳交往之后呢 因为你知道你是被姐妹 她闻到你压力都这么 好同学 闻到压力都这么大了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care了 就是 就是我 因为我曾经就是高中的那个英语 然后我就是大学的时候 我就会不敢在外面上厕所 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憋 然后憋了之后就便秘 然后便秘就要送急诊的那种了 就是我后来就觉得不行再忍了 然后我就练习到一个就是 一上出来 就是赶快冲水 这个people就是 真的就在网路上流传 真的不会有味道 除非你真的太夸张 就是除非你的速度 是不及那个流水速度 就会出事 对 但我们掌声换一个 现在活得更潇洒自在的 立德惠同学 谢谢 就他们说我们今天第一首要唱 是蛋饱的死亡 马上放歌 今天你们会唱几首呢 今天会唱个两首歌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你们今天第一首想唱什么 第一首我们先唱 专辑里的歌 好吗 好 有人说立德惠太诚实了 你是会有个 你们是有偶包吗 有偶包的团体吗 没有 你刚刚看我讲那会有吗 可是你不可能在 比如说野餐日 或是之前在华山 你不可能在那边 谈谈唱唱风和日 说不好 不瞒你们的时候 以前我就是 这是不会聊到的啊 不会啦 当然是因为遇到你们吧 遇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 你就要逼人家讲出这样子啊 我们就是 刚刚是你先开头的 我开头说什么吗 刚一环是说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屁什么的马克 我都没想要冲冲带过 是你自己提了 不要干扰他们下首歌的情绪 好 下一首歌的歌名 就跟这次演唱会的名称 是有关系的 叫做谁是我的Soulmate演唱会 所以歌名叫做Soulmate 做你的Baby 不想错过每个情节 两里写经典 跳着Louding Dance 做你的Soulmate 只有我懂你的语言 就喜欢这感觉 还是什么人都没出现 一个人又过一天 多想有个你坐在对面 给我个温暖笑脸 你的出现 可不可以提早一些些 不让我再多等一天 就想和你见到面 你的视线 也等于我的世界 对我偏心一点 I wanna be your mate 让我做你的Baby 不想错过每个情节 两里写经典 跳着Louding Dance 做你的Soulmate 只有我懂你的语言 就喜欢这感觉 谢谢 Soulmate 每一次听到都很兴奋吗 对啊 我还记得上在春节点点唱 是刚好你们那时候 要去那个 圣诞节 然后是去香港办演唱会 然后你们说要演唱新歌 很紧张 然后你们唱完 就我们就说 嗯这首可以唱 对 那时候好像是 在聊跨年说 不可以唱慢歌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唱了这首新歌 就说好跨年可以唱这歌 所以我们真的跨年有唱了 那那一天的成效到底怎么样 很不错耶 Yes 以后所有演唱会之前 你们就先来这边ray一下 然后两位就是假之论就说 嗯这个可以 这个要不要再考虑呢 好像不错耶 最好会真的告诉人家要考虑 还不会 但你会老实的说吧 我觉得不会吧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会老实讲吗 还是不会怎么样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老实讲 真的哦 对啊 不可能 你们都准备 其实你们都这么认真 准备了这东西 然后不可能说 我觉得这个要再考虑一下 我觉得不行 哇 真的爱你 哈哈哈哈 刚刚在唱的时候 然后沈志芳会一直转头 看那个 立德会 你看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看他的首饰 我要看他要往哪一段走 哦 对 因为今天我们都 完全都没ray啊 对啊 哈哈哈哈 我们有时候是看心情 选段落 对对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看对方 然后 看那个感觉就好 然后你完全不用理他 因为你很你就是一直在沉浸在这些世界 就是你没有跟他互动 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弹一弹 然后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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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哦 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彼此了解的那个动作 对啊 稍微 我今天会一直check 他是因为我们都没有ray嘛 就完全没讲段落 就是进来弹 这样子 所以我就看他的动作 那他刚刚做什么动作 比如说要到就是要到下一段 他会画圈圈 嗯 然后比如说他结束 他会这样子 一直这样 对啊 就我知道 然后画圈圈结束就可能就是一个横线像咔咔咔咔 结果我打的pause都不是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刚刚打的怎么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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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嘛 那我 没有 因为我刚刚就在主歌 就是主歌只唱一半的时候我就讲B段 就是进B段的意思 你画了个B吗 对我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看着画圈圈 但是他仍然 他仍然是 就是知道我好险 他catch到我的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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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妙哦 这是一个鸡同鸭讲的概念 对 但好险还是对的 哈哈哈 所以那种手是咔掉然后 不对不对我没有要咔 然后咔掉又插掉 然后再一个B 然后什么的 你现在越讲越混乱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OK 我就跟他讲这样 这样 就是就是有一个OKOK 就是这样OKOK 这样哈哈哈哈 你妈也帮帮忙比心出一点好不好 好想要下一首唱 下一首唱下一首唱 下一首有蕊过吗 也还没 下一首哦 所以我待会可以注意看 你待会又会画什么动作 可是下一首是别人的歌啊 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唱全部啊 不会这么 对就是照着别人的 那个一个 就比如唱一半啊 或者唱多少 那种就比较简单啊 对啊 前一阵子深夜的时候呢 然后 立德会就 非常非常的有感而发 然后他就说 这一次的演唱会 其实我的Soulmate就是 神志芳他有多辛苦在编 然后 我昨天有看到 对吧 就是很难得这么感性 然后就说 他真的非常非常努力 然后干嘛等等之类的 那一段 你要再跟大家分享吗 你知道那天呢 他 他从 就是我们那天中午有 有一个拍摄 然后我们就是 中午随便吃吃 然后就回到家 一回家 然后就开始 坐在他的工作台上 然后 就是在想那个编曲 开场 开场opening的编曲 然后所有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半夜 我们最后是四点才结束 中午到半夜四点吗 对 从下午到四点 然后都没离开 他那个椅子 你知道他那个椅子是硬的皮 就是他没有软垫的 他不是去买一张什么符合人体工学 做的就很舒服的那一种 对 就是他没有 然后我就觉得 好恐怖哦 就是他处女座就真的是要做 就是要做到 就是做到好 他不会觉得说 我随便做就好了 那有吃饭吗 就是只剩下吃饭 狼吞虎宴的时间 这样子 对啊 我通常吃中午那餐嘛 嗯 所以晚上没吃 好像 你晚上 哦对 就是他 就是我们在全家便利商店 买了一个便当 然后他回来 还没先吃 就先弄弄弄 然后我还一直问他说 你饿不饿 你饿不饿 然后他有点生气 说不要再问了 就不饿 我刚刚就想说 到底他 就是他 focus 那么专注的 16个小时 可是如果你在旁边 就是 你没有要跟他16个小时 你会很心虚吗 还是会 当然心虚说 我才写的这篇文章 因为他会写这个文章 因为他不是看衣服吗 还不是 你还看到嘛 对不对 沈志芳在忙了 16个小时过程当中 然后我不知道他在忙 我就在划我脸书 然后看到 立德慧 他在一件衣服下面留言说 这有什么颜色 我看到我的名字 然后我就截图 传给他说 哎 这不管有几个颜色都要包 他真的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你旁边的那个 他是如此 拼命的状态 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他错 沈志芳在为演唱会拼命 立德慧也是啦 在 跳衣服啦 跳衣服 对对对对对 对我在想我们要怎么搭 穿搭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是为了演唱会 在制装烦恼是不是 有时候还是 平常表演我都要 就是都要想 我要穿什么 所以不是演唱会吗 我就想说 演唱会衣服 你怎么可能 在那边买 还要预购的哦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哦 怎么可能 没有啦 就是因为他真的 音乐这一块 真的都是他在处理 所以我们慢慢说 就是所有这音乐制作上面 真的都是他在弄 所以有人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工作 也这么忙 然后 而且我就觉得 其实像我们 主唱可能 就是把歌唱好 背好歌词 这样子 但是他的东西是 可能我们外行人 真的不懂 然后觉得很简单 但其实真的不简单 对 然后 所以我那时候 就觉得有点兴趣 因为我 我还不能吵他 就是你也不能去睡 就不好 不敢睡啊 对啊 因为睡了他会 就是会生气吧 不会啊 睡了真的会火大哦 有种加班 主管还没走 你怎么敢走 对啊 就算我带着了 去看明月状 我也要等到 他做完 原来 原来我后面发生 那么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 所以就写了一篇就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次第一次演唱会 然后用尽心思 设计这么多的桥段 然后重新编 但最希望呢 就是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听 不听 太可惜 没错 再说一次吧 8月14号 礼拜天的晚上6点钟 我们在三创生活园区的 五楼Clapper Studio 有一场慢慢说 谁是我的Soulmate演唱会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现场 排除万难 拍出万难 12点31分 我们休息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卢广仲 我只是基于变迁 不该坏口气对你 sorry 是我太任性 我也想努力成为 你心中的好榜样 让你随时想念 你心中的好榜样 你心中的好榜样 我只是想念 你心中的好榜样 如果中国人 客树物画问 你息中的好榜样 你心中的好榜样 在你心中的好榜样 别记着前世正位 就让我们慢慢体会 错落 再找到证捷 我懂得也能面对 挫折让过程正规 让你 放心一些 骄傲的爱着我 都要让全世界 都羡慕你 骄傲的爱着我 站在我这边 从无怀疑 骄傲的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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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全世界 都羡慕你 骄傲的爱着我 站在我这边 从无怀疑 骄傲的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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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丸子在APP上留言说 慢慢说的现场听了就会上瘾 你们有在这一阵子会去观摩其他人的演唱会吗 我们月底有一个 30号我们会去看 Soyopim Session 一个日本的演奏乐团 他们最有名的那个歌曲是跟追命临情合作的一首歌 一个日本香水广告的歌 香水广告 对 然后他们合作了那个香水广告的主题曲 然后我是透过追命临情认识他们 然后还知道哇他们超厉害的 而且他们的编制准是有完整的管乐嘛 鼓手被子手 然后还有一个很莫名的大叔 我说真的 真的是一个很莫名的大叔 那大叔里面他不吹乐器 也不唱歌 什么事都不做 他的唯一的功用是在演唱会上面 给他一个椅子 那种董事长椅 然后拿根雪茄 拿一杯红酒 就坐在那边听歌 我想当这个角色 你要应征8月14号这个人 你要来吗 我要当这个角色 对 欢迎你8月14号来 我给你一个椅子 他是一个固定的吗 固定的 而且他就是从头到尾 他演唱会出来 因为他的歌很嗨 他就坐在那边这样子 就很像在欣赏那个爵士乐一样 就坐在那边 翘翘 然后他有时候 他的很好 他有时候看到精彩 还站起来 然后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 你说会在那种舞台前 好玩哦 对啊 超酷的 我要加入慢慢说乐团 好 专门给你们一个 对 专门为止 你又不抽那个什么雪茄 你也不喝红酒啊 你在那边吃麦当劳能看吗 麦当劳可以啊 不会比较没有feel吗 不会 我觉得只要在那边坐在那边 然后就是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觉得就超酷 就成立 真的很酷 真的很酷啊 你可以查一下 他那个MV啊 就是他拍MV对不对 那个大叔也就是从后到一张脸 就在那个MV面前哦 他明明没事 但是他最多镜头 然后后面滚越吹得很嗨 对不对 导演只take一下下 然后就走到那大叔在那边 超夸张的 所以大叔也不会跟着后面的律动 或节奏改变他的步伐快吗 他完全就是成 会吧 会吗 还是他是以他的心情 他现在觉得心情好这样 他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们做的就是非常快节奏 对不对 大叔还是维持自己的步调 用漫游的方式 我才会有跟他配合 对对对 这样才是经典 再告诉我一句那个 想要查 所有 S-O-I-L 然后PIMP P-I-M-P 所有PIMP 然后Session S-E-S-S-I-O-N 对 酷哦 30号 超酷 对啊 30号 因为我看到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嘛 我想说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样子 有人说点点我人生 唯一参加过的签唱会 就是快乐帮的第一张专业 哇 真的太感动了 下两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公开问 我也不知道哎 什么 你提了一个头 你就要解决他 就不要当我 不然我给你自己看好了 哪一个 他在问艾伟哦 艾伟很好啊 他很好啊 好 我们回答完了 我们有那个 我们有 就是你发问什么 我们就帮你问这样子 对艾伦伟很好 你任何想要问 问他们的问题 欢迎打开 非蝶联莫App来留言 今天第二首要唱什么呢 来唱我们导师的歌曲 就是蔡建雅的歌 若你碰到他 我的脆弱 坚强 互相作战 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 我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 这问题 这问题早就要答应 你碰到了提我问候他 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 你忘记录 你忘记他 一把泪水 远不擦干 我没碰到了提我问候他 祝福他 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 不在你快乐 不再爱也不再等待 就这样吧 若你碰到她 谢谢 若你碰到她 对这一次就是814之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你们有想要在结束之后你们要干嘛嘛 要放一场很长的假 要去了你们说的夏威夷 诶是夏威夷吗 对本来是夏威夷 但是我们就是舍远求禁 舍远求禁 就是9月的时候我们就是给自己放一个假 什么你已经决定好要去哪了吗 机票定好了 对啊 去冲省 你们不是刚去冲省表演完吗 就是因为那一次表演真的很仓促 都没有玩到啦 对啊 因为那天我们刚好碰到那个罢工嘛 所以 有遇到 有罢工 我们刚好那一天 然后我们就飞的时间其实很赶 我们就等于是早上就是 一定要搭上那边飞机 到那边 然后彩排彩排完睡觉 睡觉隔天 马上上 对马上表演 然后因为它是一整天 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机 一整天冲头到晚 所以我们一次冲头到晚 就是这样子表演下来 然后会去吃饭睡觉 然后隔天早上六点起床飞走 真的是完全看不到冲省风光 那时候没有 就只有在从饭店到那个会场 这中间的路上 可是你们觉得那个时候冲省的烈日 没有吓到你们 它的夏天也是非常的狂放 可是我觉得表演场 会场的地方啊 风很凉 因为在海边 就是能接受 对啊 在海边 那个风很大啦 很舒服 它裙子在一直飞啊 对啊 怎么这么性感啊 也不是 而且你知道那时候 就是第一天嘛 然后我彩排的时候 那个就裙子真的一直在飞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怎么办 我明天的表演是短裙 那会被曝光啊 那他就说 那不然去买个裤子或什么 然后我就去逛街逛逛逛逛 然后就逛到我很喜欢的牌子 那个Ninado 然后就看到一件裙子 就买了 当场制装吗 对 重点是呢 后来呢 就是我自己准备的那件裙子 其实根本不会飞 因为它那个布料很重 然后同事又告诉我说 那你不然就贴双面胶 然后结果我其实 就是那一件衣服 只是因为很喜欢 然后就买了 那你最后到底穿哪一件上场 旧的 就原本准备的 我发现女人在购物的时候 好像真的有很多理由 我刚刚那一瞬间 好像蛮客观的看到我自己 是不是 就是很多 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有道理 对 而且我今天就是今天大扫除啊 大扫除回收了大概三袋的衣服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再购物 我们应该要联合办一场 跟曼曼说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两年前办过一场 那时候我要整理房间 对 就二手一拍 好耶 真的 可是我已经拿去回收 没关系 我们再把它剪下来 因为才刚刚刚的事情 还有一袋 我们就把它挑出来 你拿去回收了 对 你拿去回收之后 你可以先来给我挑挑看啊 其实对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交 对 再过一轮 然后再互相都是新衣服啊 对啊 我们再去把它给 那个重旧衣回收 拿出来 对 我们还有啦 就是还有 如果要办的话 所以那时候在冲绳 有分享很多照片吗 因为你说 你们冲绳的照片都非常好看 有啊 那时候就有拍会场的照片 然后还有那个舞台 往外看的那个 超大一个舞台 然后青草地跟海 好棒哦 对 露天的真的不热吗 我觉得不会耶 那是因为我们都 躲在那个休息室啦 对 休息室是有冷气的 那个台下的 他们全部都是那个毛巾 就是整个遮起来啊 因为太热了 而且重点是 热对不对 热完一天 晚上要结束了 九点的时候 全部的艺人全部上来 三十几个吧 在台上 唱最后一首歌 开始下超级大雨 台风那种大雨 那个是已经积水 就很像瀑布这样掉下来 对 然后旁边是那个小业丽莎 然后我们转过去看了 小业丽莎那个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小业丽莎 对就是 你觉得好像到一个平行时空 我怎么会看到小业丽莎 在我旁边 然后变成这样子 就想要放开就是这样 不要哭 就是他这个 整个都是眼泪 然后就这样想说 妈擦一下 但台下大家都是坚持住的 对对对 非常感动 那个观众 好感动 到最后 我朋友 fed 原本就是 那天大雨也不会算什么 土600 是喔 真的是 真的不算 都只科初 那比那个还大 就是台风的那种 大家都有一 Companies 滴一滴的時候 小小滴 然後我就想說 哇現在是有那個 就是特效 譬如說噴乾冰什麼 噴水這樣子 灑水讓大家舒服一點 結果下一刻 怎麼還掉消防車來 還做特效灑水 拍電影嗎 結果下一刻 這滂沱大雨 哇這不對 還好這最後一首歌 對 好 還是要跟大家講 814準備了 很久很久很久的 慢慢說 你想想看 志芳他多辛苦啊 他做了16個小時 他也沒吃什麼飯 他就是想給大家 一個新的慢慢說 讓你知道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應該 什麼時候幾點 怎麼買到票 去哪看你們 8月14號 禮拜天的晚上6點鐘 在三創生活園區 五樓 Clapper Studio 慢慢說 誰是我的Soulmate演唱會 然後售票資訊的話 可以到慢慢說的臉書 看或是到KKTX 購票就可以了 沒錯 希望當天 大家都是彼此的Soulmate 是的 今天謝謝你們 謝謝馬上 謝謝瑪麗 謝謝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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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re bored Keep turning the music on 出门怕钱太傻 挂街比谁时忙 守不了这圈套 扭曲挂念该如何借口 悲伤的人不傻 快乐应该去哪里找 世界乱了成交 现在就需要一天解药 解开高低空的卫生 让世界不再互相欺瞒 进行吊胆 手都照着意外的胜败 只好寻存越多未来 我好需要被治疗 解开高低空的卫生 让世界不再互相欺瞒 提醒别的手都照着意外的胜败 只好寻存越多未来 我好需要被治疗 I know you want it Keep turning the music on I know you want it Keep turning the music Me so I know you want it Beat Weat